在这个视频里,我来给你讲讲求轨迹方程的另一个方法,相关点法。 那啥叫相关点呢? 举个例子来说,这里有个点B,坐标是三和零,这边还有个圆,它的解析式是X方加Y方等于E。 在圆上有一个动点A,连接A和B之后,设这条线段的终点就是C。 很明显,当点A移动时,点C也在跟着移动。 那这个A和C就是所谓的相关点啊。 而这里的B,无论C跑到了哪里去,它都一直跟着呆着。 那C和B就没啥关系。 如果我进一步问你,这个点C的轨迹方程是啥呢? 求啥是啥,咱就设点C的坐标是X和Y,而点A的坐标就是X0和Y0,又因为点B的坐标是三和零。 那根据终点公式,咱就可以得到X0加3除以2等于X,而Y0加0除以2等于Y这两式子了。 算一算,这个X0就等于2乘X再减3,而这个Y0就等于2乘Y。 刚才咱说过,A点是在这个圆上移动的,那它的坐标X0和Y0, 当然就得符合这个解析式了。 把坐标带进来,就得X0方加Y0方等于1,而这里的X0等于2X-3,Y0等于2Y。 把这俩带进来,就得2X-3的平方加2Y的平方等于1。 这就是要求的轨迹方程了,搞定。 OK,总结一下,所谓相关点法,就是要找到一个和你求的点相关的另一个点。 根据它所在的轨迹方程,利用带入的方式,就可以求出咱要的轨迹方程了。 怎么样,听懂了吧,赶紧动手试试吧。